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双女主大剧《魅士》宣发 男女主人选公开 没想到都是老熟人 近日 网传由杨阳 迪丽热巴组成的CP组合荣耀夫妇 即将迎来再聚首 加上李沁的加盟 也是给这部双女主剧带来很多的看点 不少网友在看到消息后也是表示 真的非常期待这部剧的播出 同时也非常期待各位演员 在剧中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观看体验 早在2021年 由杨阳 迪丽热巴领衔主演的都市情感剧 《你是我的荣耀》正式上线 一开播也是引发了无数网友的关注 凭借精彩的剧情和有趣的人设 也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据了解 荣耀夫妇会再次聚首 而这次与之前不同的是 李沁将加盟这部剧 也是首次启动的一部双女主剧 早前因为《你是我的荣耀》这部剧播出后 成功圈粉无数 而《荣耀夫妇》这个组合也是成功 俘获了很多观众的心 不少网友更是表示 非常期待他们的再次合作 过去这么久 也终于再传来好消息 也是瞬间让无数网友坐不住了 有消息爆料出 首部双女主剧《魅士》即将启动 而其中男主和女主人选就是我们熟悉的 《杨洋和迪丽热巴》 我们也知道 《杨洋和迪丽热巴》在娱乐圈中的演 只是数一数二的 演技也是得到了很多观众的一致认可 不少网友更是给出了新一代演员的 领军者这样高的评价 众所周知的是 自《杨洋和迪丽热巴》出道之后 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经典的剧作和角色 像《杨洋的盗墓笔记》 微微一笑很清诚且是天下等 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而另一边迪丽热巴的作品也不在少数 像《逆光之恋克拉恋人》 《麻辣变形记》等作品也是接连不断 不管是古装还是现代剧 它都能够轻松驾驭 可以说也正是因为两位的精湛演技 才得以让《你是我的荣耀》 这部剧成为爆火的剧作 才会赢得这么多观众的喜爱和支持 如今被爆出这部《魅士的双女主剧》 也是把粉丝激动坏了 毕竟不管是杨洋还是迪丽热巴 在古装扮相上都是无人能比的 另外这部剧还有一位女主人选 她就是凭借《千金归来》和《楚桥传》爆火的李沁 而李沁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实力派演员 不管在颜值还是演技上都是非常优越的 前后也是给大家带去了很多精彩的剧作 更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网友评论 评论1 期待热热新剧《公宿精英》和《安乐传》 非官宣布约 评论2 不是吧 《非文前女友和现女友》 杨洋不会真的要修罗场吧 评论3 荣耀夫妇的颜值真的绝绝子 评论4 杨洋不行的时候 李沁却离开了杨洋 把杨洋给甩了 杨洋不可能跟她合作了 评论5 你是我的荣耀杨洋 演得很好且是天下杨洋感觉 无时无刻有点特异装了 评论6 反正现代装还挺好看的 古代衣服太大 把身体显得有点矮了 脖子挺得太直了 小编观点 首先 小编觉得杨洋也是一位颜值与演技并存的实力派演员 不管什么样的角色她都够拿捏得非常到位 不管在旋风少女中还是微微一笑很倾城中 她的表现都非常出色 每个人物角色也是诠释的非常到位 更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同时小编也非常期待她在这部剧中的精彩表现 其次 我们都知道 这几年迪丽热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很优秀的作品 不管是古装剧还是现代剧 她都能够轻松驾驭 也是能够很好的把握角色形象 在每部剧中更是能够把人物内心情感给很好的诠释出来 也是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这次她能够再次与杨阳合作这部剧 可以说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总而言之 加上李沁的加盟 小编相信也是会给这部剧带来不小的热度和看点 而李沁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实力派演员 不管在什么剧中 她都能够很好的诠释角色本身的特点 在每一部剧中也是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这次搭档杨阳和迪丽热巴 相信也是会给这部剧带来很多精彩的看点 同时也非常期待各位演员在剧中的精彩表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